美国航太巨波波音 扎重金发展太空产业 一扫飞安问题频传的负面形象 未料现实技术赶不上事业野心 才刚起步就先跌了一跤 波音新级飞机6号 顺利将NASA两名资深太空人 送上国际太空站 没想到太空舱对接过程中 28个RCS推进器 有4个一度发生氦气泄漏意外 虽然顺利修复 但担心返程出现类似问题 不得不推迟回程计划 CN报道 新级飞机原地在国际太空站 待上一星期 没想到回家之路一言再言 下一次想要重返地球 可能要等到7月2号 事实上英国美日邮报 新级飞机早在出发之前 波音以及NASA的管理阶层 就知道害器泄漏的问题 却仍执意执行任务 但也有专家表示 新级飞机其实已经能够返程 只是机会难得 波音和NASA都希望能够在国际太空站待久一点 检测此次任务出现的问题 为下次飞行做准备 和竞争对手 SpaceX相比波音 星际飞机首次试飞 从发射阶段就历经一波三折 如今连太空人是否能平安回家 也充满未知数 平淡表现似乎难以让波音 重塑品牌形象 赢回市场信心 三天新闻新闻报道